处处关照 欢迎收看 中华德育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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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进来 妙杉 你快去收拾 咱们今夜就走 这般匆忙是要去哪儿呢 华林贼返 要杀来瑞州 先躲出去再说 什么 好 我这就去 老爷 我先通知大家再去收拾 站住 你想害死老爷吗 太少命我死守瑞州 这抗命逃跑不可声张啊 抗命逃跑 老爷万万不可 若我们逃了 百姓该如何安置啊 哪有时间顾及他们 老爷 妙杉虽是女子 但自有家父便教导要忠夫忠国 老爷身为通判 不管是卫国还是卫民 都应抗贼守城啊 狄派胡言 不 妙杉说得对 老爷 老爷 妙杉虽 我定会守住瑞州 你今夜就去佛堂祈福祷告吧 是 老爷 老爷 爹 小心 老爷呢 妙杉虽 妙杉虽 老爷昨夜就逃了 您没和他一起吧 不会的 老爷承诺过要抗贼守城啊 我昨晚亲眼所见啊 您赶快走吧 我要去找老爷 老爷 老爷呢 老爷 快快快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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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走 快快快 快快快 我走 那边 这屋 快 快 那边那边 快快快 只有脱身后再来取悔 这儿有个人 给我押走 是 说 那个贪官呢 不说我宰了这小子 住手 你是谁啊 那不 这女人是府里的 好 快说 你的贪官在哪儿 我不知道 嗯 嗯 嗯 大王 我们都搜遍了 不见那贪官不说 连一件值钱的东西也没找到 那个贪官肯定是卷钱逃了 你快说那个贪官的下落 不然这些人一个都被下火 我说 同伴逃跑了 不过 我知道她的钱藏在哪里 如果你放了我们 我便告诉你 嗯 她的钱藏在哪儿 你怎么会知道呢 我 我是她的夫人 嗯 嗯 无凭无据 我怎么能相信你 真是宝玉啊 这等宝贝 宝藏里多的是 好 好 我答应你 宝藏在哪儿 嗯 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们走吧 太守援军下午便到 让我们走 可以 但是你要带路 你 好 我去 好 大王 我们走哪条路啊 嗯 我们要多留点时间 挖宝贝 靠近路 官道比较快捷 能节省不少时间 我也可以早些回去 大王 官道常有官兵过往 不能听他的呀 嗯 走小路 大王 这轿子慢得很 走小路什么时候能到啊 大王已经发话 你还啰嗦什么 等一下 干什么 我忘记拿宝箱钥匙 要回府一趟 我这一刀下去 可批十个宝箱 可是 不能让同盘知道 我给你们带路的事情 我回去交代一下 马上回来 你别想耍花呀 大王 小的抓到两名逃兵 老子最恨官府的人 投下去 等一下 妙 妙 你答应过我要放过人质不杀人 却食言将我押来 如今 你又要食言不成 嗯 嗯 我看这两位小兄弟 抬轿辛苦了 可让年轻官差替换他们 老者无用就放掉吧 对 就让这官差来抬轿吧 快 快让他来抬 不行 这女人一定是另有所图 不行 那你来抬 还没轮到我呢 现在就轮到你了 你快过来 都给我闭嘴 你抬轿 老大 赶紧走 快走 你们不要抓他 放了他 我来抬轿 老家伙 走开 什么不好 爹 你放心 孩儿不会有事的 大王 我觉得那个女人很可疑啊 嗯 怎么说 大王你想想啊 咱们之前 遇到的那些官夫人 哪有像她这样 自己承认身份的呀 我看她是 故意骗大王的吧 嗯 你这个笨蛋 难道她会自己送死不成 可是咱们因为那个女的 放掉百姓 要是真没爆炸 咱们连半个字也捞不着啊 哎呀 闭上你的乌鸦嘴 大王 大王 您经我说呀 圣报 圣报 妙善夫人 刚才行事所迫 为了保你父亲 我只想到让你抬轿的办法 却把你困在这里 妙善夫人 您对我们父子有救命之恩 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你不要担心 我已经想到办法脱身 我跟你说 停下吧 宝藏就埋在这山上 终于到了 太好了 好 英雄们 上山 宝箱真在这儿 没错 就埋在这棵树下 挖了这么久 怎么连半个字也没看见 我记得就埋在一棵 有树洞的大树下 也许是埋下了时间久了 会随树木的生长 而有移动吧 不然这样 为了节省时间 加派人手继续深挖 雨下的人分头找有树洞的树 挖挖看 扩大寻找的范围 好 大家分头找 谁先找到 大王我重重有赏 是 就是没人相信我 还真听那女人鬼话 快 快 我们走这边 弟兄们 跟我追 是 快追 快跑 怎样追来了 快追 站住 就在前面 快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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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站住 躲哪儿去了 刚才还看见呢 圣报 贼人中毒 念我分头逃 也许还会有一个人能脱身 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要 chớ托你 妙山夫人 我去引开贼人 你趁机逃出去 你们竟敢戏弄我 活得不耐烦了吧 请戏弄 我并没有戏弄您的意思 只是多年未开宝藏 我已空找不到 被您怪罪 才想逃的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已经知道 宝藏在哪里了 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吗 我平日走官道 与小路方向不同 所以才记混了方位 其实宝藏是在 旁边那座山上 这次肯定能找到宝藏 再给我一次机会 如果到时候还是找不到 您再处置我也不迟啊 你们看着这两个人 如果再有交谈 一并处决 根本无法托付官印的事 这样下去 连声报也会被我牵连 有人晕倒了 是大发弟弟 大发 弟弟 你怎么了 快醒醒啊 快喝点水 该不会是瘟疫吧 快离远点 弟 你不会得瘟疫的 不会得瘟疫 哥救你 哥会救你的 大王 请您救救我弟弟 不行 瘟疫传人 我们继续上路 大王 我们兄弟从小就跟在您身边 请您念在这份情意上 救救他吧 瘟疫医治不了 带上它是会连累大王 你也赶紧上路 大王 大王 赶紧上路 谁不听话 休怪我无情 王我兄弟二人 跟你拼命数十载 我们兄弟真是瞎了眼 要杀要剐 随便你 我不会丢下我弟的 你说什么 他不怕传染 看起来像是重数 兴许有救 大家可以到前面池塘边休息 我和圣报认识当地一种 避暑防瘟疫的草药 可以派人随我们去采摘 能防瘟疫呢 真有他说的这种草药吗 千真万确 这种草药在我们瑞州很常见 好吧 你 你 你俩带几个人 就牢牢盯住他俩 要是他们再敢耍诈 就把他们俩人头提回来见我 是 是 声报听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 好 现在我嘱托你一件事 你一定要听清楚 嗯 现在我们不可能一起脱身了 但是若困你一个人 还是有机会的 我不会一个人走的 嗯 听我说 我将老爷的官业 藏在府中的池塘里 这事关老爷的性命 和国家安危 你一定要取出 叫给老爷 这是 你帮我把这块鱼交给老爷 若有无策 我便会葬身池塘边的警状 老爷独自逃走 夫人您为何还要出此 忠于夫君 忠于国家 想不到我兄弟 在临危关头 竟然是官夫人相救 夫人 请受小人一拜 不必谢我 只怪这世道混乱 灾害 瘟疫 肆意祸害百姓 是啊 我也是为了顾及众弟兄 才出此下策 要怪 就怪那昏君无道 贪官横行 才让我们 过上这刀苦舔血的日子 一定要将天下的贪官和那个昏君杀尽 杀昏君 杀贪官 我也曾多次劝我家老爷连政爱民 可他非但不听 还反其道而行 今天他又不顾夫妻情分 将我丢下 独自逃跑 实在可恨 连自己老婆都不顾 真是贪官啊 这贪官要是让我遇到 我一定为民处爱 夺起钱财 杀起性命都不足以 唯有告发他 才能让世人知想他的罪状 其实我这一路上想要逃跑 都是为了去告发他 告发贪官跟你逃跑有什么关系 您有所不知 太守下午到达瑞州 这是告发他逃跑的唯一机会 错过这个机会 恐怕他会抵赖的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 我都不会放你走的 以我的角力 根本来不及见到太守 我不会走的 但是请让圣豹带我去告发他 哼 说来说去 还是要我放人呢 圣豹是官差 这里除了我 也只有他能去见太守了 呃 这 通判他 致百姓生死于不顾 我早就对他恨之入骨 如今他又私自潜逃 请让我去将这贪官告发 好 我就成全你们 去吧 圣豹一定不会辜负夫人所托 兄弟们 上路 是 是 大王 你看那女人 你干什么 快把她给我架下来 你们别过来 不然我就跳下去 你又耍什么花样啊 我根本不是通判夫人 只是小妾 而且根本没有宝藏 我只是为了救人才施此迹 什么 那你刚才口口声声说记恨的贪官 也是假啦 老爷虽然有过 但我是他的妻妾 始终会忠于夫君 我让圣豹 是让他取出官印 交给老爷 劝老爷改过 岂有此理 你这个女人和那些贪官一个模样 只有杀光你们这样的人 世道才能太平 你们谩骂着世道混乱 但是可曾想过 你们做贼行乱 与贪官妄法又有何意 死到临头 还口出狂言 我历史忠于夫君 忠于国家 不会苟活受辱 妙善夫人 圣豹一定会完成您的托付 圣豹如约取出官印 交与姜荣 姜荣得知妙善作为惭愧之极 随后 姜荣去井边祭奠妙善 并为其安葬 七年后 官员们将此事上报朝廷 皇帝赞妙善 忠服忠主 赵令 为窦妙善建设祠堂 赐匾 珍列 忠虽只有一字 但能真正做到忠的人 又有多少 华林贼返 妙善之夫身为通判 抗命潜逃 而妙善却舍身保应 忠贞不渝 对夫君和国家的忠心 天地可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首先要感恩很多菩萨 不断地在忽持中华印经协会 目前印经协会又成立一个慈悲出版社 目的要把这些书又能制造得更好 免费地去推广 但是透过书局 没有利论的方法 那怎样的去推广更多的正性的佛教的书 让社会人士能够了解 所以在这边 还要呼吁各位要成为中华印经协会的每月护持委员 乃至加入这个护持委员的团体 大家来开会 来分工 来推广佛教的经典 如何到社会各个阶层 都让他们能够得到佛陀的教法 以慈悲的方法去推动 所以加入印经协会 加入护持委员 哈密佛婆 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 护民中华印经协会 明镜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 生命殿市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公颂普门品 大悲惨即慈悲诗实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日期7月25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竹围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念定光如来 持灾除罪四十节 明镜月 世家摩尼佛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九千兆倍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梁皇宝禅 孝卿报恩超度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共同组法 日期8月9日星期一 至8月12日星期四 上午8点半开始 中逢三十系念超度法会 日期8月13日星期五 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善用慈悲的能量 我们的身心 会随着思想 行为而改变 如果一直让贪欲 怨恨 对立的不善的心态干扰 污染我们 身心也就会变得污秽与不健康 但若能以慈悲 正念与道德的善行 来修正自身 将使身心转为清净 广阔与威德 我们必须清楚知道 苦是由自身三叶等的行为所造成 由于我们严重缺乏悲心 使执着于个人的得失尊严以及自我 因而造就我们长久于六道中轮回 受无尽的生死痛苦 我们该如何解脱自我呢? 遇得安乐 就必须确实修持无私的慈悲 与不我的空性 也就是卑至圆容 每个人都希望生得相貌俊美 人见人爱 但相貌庄严是从何而来呢? 是由修持忍辱与慈悲而来的 我们如果希望相貌好看 人缘良好 就要好好修持忍辱与慈悲 不发脾气 此心善待一切生命 我们修学佛法 应该要保有四种心 第一信心 就是对佛法生三宝的信心 第二因果心 相信因果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第三 出离心 对生死轮回 贪嗔等烦恼生起厌敌感 第四 慈悲心 当我们正知道轮回痛苦的时候 也要想到一切如母有情 此时此刻 也深陷在生死轮回的大海之中 因此对他们 生起一颗无畏的死离心 发心救度 具备此四心 就已生活在光明与瑞智的璀璨生命中了 第三 我想心态最重要 好了 就算一个人得到圆满的传承的遗軌 物敌他不发普 대心也没用 每做一件事情 我们都要一个正确的动静 永远保持一个正面的祈愿 希望 永远不放弃 所以因为法律不可思议 慈悲无障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生活自卑 让心更自由 生命电视和你 一起知足念佛 放生电动执着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在全世界所有种类的猴子中 猴岛上的猴子算是比较聪明的 一些知名的马戏团 纷纷向捕猴猎人发出订单来捕捉他们 你放心好了 我绝对会帮你逮到一只猴岛的猴子的 你就等我好消息吧 老弟 我们要发财了 有一家马戏团 出高价 要购买一只猴岛的猴子 是吗 他们出多少钱 天哪 这么多钱呀 我们准备一下 马上就去猴岛吧 你们要去猴岛 我劝你们还是放弃吧 通往那里的路可不好走啊 什么悬崖峭壁 茂密山林 我们都去过 再难走的路 对我们来说都如履平地 猴岛上有一道大裂缝 那条裂缝有六七米宽 一眼望不到底 而猴子们就生活在裂缝对面 你们根本没有办法越过那道裂缝 老板 你放心好了 对于我们这种专业人士来说 没有去不了的地方 即便过去又能怎样 那里的猴子不但聪明 而且还非常团结 要想从那里抓走一只猴子 简直比登天还难 老板 你怎么对猴岛那么熟悉啊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 也曾经去猴岛捕捉过那里的猴子 那后来呢 你们一定赚了不少钱吧 赚钱 能活着回来已经是万幸了 当初我们一共去了三个人 结果有一个兄弟 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 而另一个摔断了一条腿 所以我奉劝你们俩 还是不要去那里了 不要为了钱丢掉自己的性命 然而老板的话 并没有阻止那两位猎人发财的欲望 他俩准备了几天后 便划船来到了猴岛的岸边 一定拴结实一点 要是这艘船飘走了 那我们可就回不去了 走吧 看来这就是老板所说的那道裂缝了 是啊 这道裂缝又宽又深 我们要怎么过得去呢 一定会有办法的 你看这棵树 如果把它砍倒后 正好可以横在裂缝上 这不就成了一个天然的独木桥吗 没错 真是上天帮助我们发财呀 如果没有这棵树的话 要想过去还真不容易呢 大树被砍倒后 正好跨过那道裂缝 两位猎人凭借这棵大树 走到了裂缝对面 他俩走了没多远 便在地上发现了一些猴子的粪便 你看 我们终于到了猴子生活的地方了 那我们就在这里布下陷阱呗 都说这里的猴子非常聪明 你说他会钻进这个陷阱吗 最简单的方法往往也是最有效的 即便是再聪明的猴子 也无法抗拒美食的诱惑 尤其是炒熟的花生 那香味顺着风 可是能飘得好远呢 只要我们拥有足够的耐心 一定会有猴子钻进这个陷阱的 没错 我们就在这里耐心地等着吧 然而几天过去了 猴群却一直都没有出现 就当这两位猎人准备放弃的时候 从山林的深处传来了猴子的叫声 猴子的叫声 他们终于来了 你听 他们的叫声越来越近 他们快来了 太棒了 我们千万别发出声响 这群家伙实在太警惕了 太棒了 他们最终还是没有办法抵挡出美食的诱惑 太棒了 这只小猴子要进入我们的陷阱了 要知道 小猴子更容易训练 表演的年限又长 卖的钱也会更高 没错 小猴子 赶快进去吧 里面有好吃的花生 怎么回事 难道他们发现了陷阱 看来这些家伙 的确比我们想象的聪明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直接用麻醉枪吧 难得有只小猴子 可不能让它跑啊 嗯 现在只能这样了 猎人朝着小猴子开了一枪 麻醉枪射在了他的屁股上 紧接着 另一位猎人拿着猎枪 朝空中开了一枪 吓得众猴子 仓皇往树上爬 哈哈 麻醉要起作用了 都说猴岛上的猴子难捉啊 我看根本就没什么难的嘛 孩子 我的孩子 小心啊 他们手里的武器很厉害 我要去救我的孩子 兄弟们 我们一起去把小猴救回来 快走 我们可没时间和他们周旋 把孩子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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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退后 否则我就开枪了 哎呀 好痛啊 可恶的猴子 竟敢朝我们丢石头 我们赶快 离开这里 不要再跟他们周旋了 可恶的猴子 真是难缠 别管他们了 小猴子很快就要醒了 我们赶快跨过那道裂缝 到了那边 我们就安全了 两位猎人踏着树干 跑过了那道裂缝 接着 他俩将那树干 撬掉下去 好了 这下我们就安全了 哈哈 你们没有办法了吧 我就不信 你们还能长出翅膀飞过来 再见了猴子们 等再有马戏团需要你们时 我们还会再来看你们的 救命啊 救命啊 孩子 我的孩子在那里 孩子不要怕 妈妈在这里 怎么办 我们根本过不去啊 哈哈 你们没有办法了吧 再见了 猴子们 猴子们 有本事你们飞过来呀 再见了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不好 他们这是想借助这些树藤 荡到这里 我们快走 猴群很快便追赶上那两位猎人 为了防止猴群靠近 猎人急忙将随身带着的汽油浇在地上 然后点燃 燃起的火苗一下子将猴群挡住 哈哈 我看你们还有什么本事 没错 动物都是害怕火的 只要我们让这道火墙烧得旺旺的 他们就没办法再追来 哎呀 好痛啊 这些可恶的猴子 你们除了丢石头还会干什么 哎呀 这些猴子真的太聪明了 他们竟然知道用水来灭火 赶快再浇上一些汽油 可别让他们跑过来 但是我们的汽油已经没有了 这下要怎么办呢 一旦他们冲过来 那肯定不会轻饶我们的 不要管他们了 我们赶快赶到海边 只要上了船 他们就没办法了 妈妈妈妈救我 孩子不要怕 妈妈来了 那只母猴突然大喊了一声 然后一下子纵身穿越了火墙 她身上的毛被火焰一烧 立刻熊熊燃烧起来 孩子 妈妈来了 天呀 这群猴子疯了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要是被这群猴子抓到的话 可就惨了 赶快把那只小猴子放走吧 我们保命要紧 他可值不少钱呢 跟我们的命比起来 再多的钱也是没有用的 孩子 你安全了 天呀 他们怎么还不放过我们 不要管了 我们快跑啊 猴岛上的猴子 真是不能惹啊 是啊 他们真是太可怕了 如果不是我们及时跑到船上 今天可就不妙了 没错 以后我再也不来这里了 屠牛父子的果报 居住在村边的阿铁 是一位宰牛的屠夫 他和十六岁幼岩有残疾的儿子 相依为命 哎呀 这声音真是太凄惨了 听起来 真是让人感觉伤心又难受的 是啊 阿铁又在杀牛了 哎 阿铁他也真是残忍 不知道有多少牛死在他的手里了 对呀 不过他又不会其他的手艺 不杀牛又能做什么呢 那也不能做这种杀生的行业啊 你看他儿子 一出生就瞎了一只眼 大家都说 这就是他杀牛作孽的报应 你也相信果报吗 听说阿铁的妻子在生下阿正后 也相信世界上有果报了 其实之前有件事情就非常奇怪 你知道吗 就在他儿子出生前的一个星期 阿铁在宰杀牛的时候 突然看到那头牛竟然在哗哗的流眼泪 牛在流泪 真是不可思议啊 可不是嘛 当时大家看到这头牛在流泪 都感到非常的惊讶 这头牛看上去真是可怜啊 阿铁 我看就不要杀掉他 是啊 这头牛哭成那样子 谁看了不心软了 你就发发慈悲心放过他吧 放过他 就当做是行善吧 哼 你还敢哭 我不吃你这套来博取同情的 哼 看我的厉害 哎呀 阿铁 你怎么能这样做呀 我是看不过他装可怜罢了 我看他现在这样 还怎么用眼泪来博取大家的同情 阿铁 你这样做真是太才人了 你会遭到报应的 别跟我说废话 我不吃那套的 后来 阿铁独眼的儿子便诞生了 大家都说 阿铁这是遭到了果报 他的妻子也劝他改行 阿铁完全不听劝 最后阿铁的妻子就离家出走回娘家了 啊 你看到了没有 杀牛就要刺中他重要部位 而且下手要狠才行 你记住了吗 嗯 我记住了 怎么 你害怕吗 是啊 爸爸 我是真的有点害怕 这头牛还有最后一口气 来 就由你来结束他的性命好了 嗯 爸爸 我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 拿着刀子 走过去 朝他心窝捅下去 下手要狠 一定要一刀毙了他的命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刀都拿不稳 还怎么杀牛 爸爸 我不敢下手啊 不敢下手是吧 那好 你今天不杀他 那就不要吃饭 啊 快捡起刀来 一刀朝他心窝里捅去 阿铁 你这是做什么啊 你的儿子这么小 你就让他做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你知道什么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 我儿子已经十六岁了 眼睛又有残疾 如果不学习一门生活技能的话 以后要怎么生活呢 我可不能养他一辈子 那你也不要让他和你一样 做这样杀生的行业吧 难道你不怕他遭到果报 果报 果报 你们这些人 怎么就那么相信果报 要不是你们整天胡言乱语 我老婆也不会跑 你给我滚开 我家里的事情你管不着 唉 阿铁他这样下去 不但害了自己 早晚也会害了他儿子的 胆小鬼 快拿起刀来杀了那头牛 否则罚你三天不能吃饭 渐渐的 儿子在阿铁的培养下 也像他父亲那样 可以独自宰杀一头牛了 阿铁儿子宰杀的牛越来越多 他的心也越来越狠 就像他父亲阿铁一样 怎么回事 怎么又一头牛叫得那么悲惨啊 我也听到了 好像在那边的路上 是不是那头牛遇到什么麻烦了 我们快去看看吧 如果真的有牛遇到了什么麻烦 我们说不定能帮一下他呢 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唉 又是阿铁 他这是要宰杀这头小牛吗 可不是嘛 阿铁不知道从哪里 收购了一大一小两头牛 他们父子俩已经将那头大牛牵回家了 可就在要牵这头小牛回家的时候 这头小牛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似的 说什么也不走了 当然不愿意往前走了 他跨出的每一步 都是向死亡迈进一步啊 快走快走 这头小牛真是太可怜了 我们得救救他 想要从阿铁手里救出牛来 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快走快走 你这个畜生 别在这里装可怜 赶快给我走 小牛的妈妈听到他的哀叫声了 你听 那头母牛的叫声多么凄惨啊 不行 我要去劝劝阿铁 你又想做什么 阿铁 这头牛太小了 何必要宰杀他 他长大后可以帮你耕田拉车 我看你还是饶他一命吧 我的事 不用你管 再说了 我是一个宰牛的屠夫 不需要种田拉车 牛对我来说 只是用来吃肉的 快走 快走 儿子 快过来帮忙 走啊 走啊 快走 你还敢掉眼泪 你再掉眼泪 我就把你的眼筒瞎 天啊 阿铁的儿子 现在怎么也变得像他父亲一样残忍啊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那一夜 牛逃哭了一整夜 一整夜都没有断 如此凄凉 绝望而惨淡 那深深的哀嚎声 仿佛在感叹一生命运的悲惨 无力需求 无人就拔 注定了死亡 昨天 你听到阿铁家那头牛的叫声了吗 真是太悲惨了 听得我一夜 都没能睡好啊 怎么可能没有听到呢 那头小牛真是太可怜了 昨晚哭得最凄惨的 不是那头小牛 而是他的妈妈 哦 你的意思是 那头母牛妈妈 故人看到自己的孩子被宰杀 所以才会伤心的哀嚎一整夜吗 嗯 的确是这样的 阿铁父子俩真是太缺德了 我们一起去劝劝他 他再这样残忍杀身下去 一定会有更大的果报降临到他们一家人身上的 对 我们大家一起去找他 然而他们去晚了 一大早 阿铁和儿子便将这两头牛进行宰杀了 而那头母牛至死也没有闭上眼睛 阿铁你真是没有人性 你昨晚难道没有听到母牛的哭声吗 那凄惨的哭声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内心 难道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我就是被那头牛炒得一夜没睡好 所以才早早的将他们宰杀了 就是嘛 他们真是太吵了 你们看 现在他们安静了吧 阿铁 你们俩这样做 早晚会遭到报应的 阿正 你还年轻 怎么也跟着你父亲做这种行业呢 难道你不知道 你的眼睛为什么会这样吗 你给我闭嘴 不准起我的眼睛 阿铁父子俩对众人的劝说丝毫不听 他们继续从事着这种杀生的行业 没过几年 他们家接连发生事故 经济也越来越走下坡 而他儿子的另一只眼 视力也越来越差 真可恶 怎么看不清了 儿子 你的眼睛没事吧 这几天 我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 这究竟是怎么搞的 你的眼睛真是个问题 如果失明了 那以后如何杀牛啊 哎呀 这头可恶的牛还想逃跑 你还愣在那里做什么呀 赶快过来 杀了他 要是他挣脱了 那可就糟糕了 哦 好 糟糕 今天我的眼睛是怎么了 都一直看不清前面的东西啊 你快点啊 我快按不住他了 好的 我这就来 然而 视线模糊的儿子 竟然一刀 刺到了父亲阿铁的身上 顿时 阿铁血流如注 倒在了血泊中 爸爸 爸爸 你怎么了 你快醒醒啊 阿正 误杀了自己的父亲后 没多久 他唯一能看到的眼睛 也失明了 无法生活的他 只能到处流浪 乞讨了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人都有身体 有身体就会生病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 所以生命天使才提出来 大家多放生多吃素 更重要的 我们去护持全世界 在修行的出家人 特别在贫穷偏远的地区 那佛说说 这个是长寿无病更好的方法 进一步呢 我们也做药师烟供 不施药给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 也可以让我们长寿无病 所以愿大家除了多运动 吃素放生 多供养出家人医药 多做药师烟供 帮助那些孤魂野鬼 愿大家都健康 阿弥陀佛 中华护生协会 与您一起 关心生命 慈爱众生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 中华护生协会 地藏菩萨书神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一亿倍 生命殿市 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三十系列 暨慈悲诗实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日期8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 胡伟镇新南里 竹围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药师如来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一千倍 生命殿市 云林观音讲堂 起见梁黄宝灿 孝卿报婚 超度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日期自9月14日 星期二起 至9月19日 星期日至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 胡伟镇新南里 竹围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每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要法王子 自幼就不曾中断过 对佛教的信仰 小时爱听佛经 做善事 长大后 整日潜心与经典 抄写读诵 不仅如此 他还到全国各地求法 及收集佛计 他的前程 整个都城里 可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一天 他来到一个深谷里 看见一户人家 请问主人在家吗 王子边问边走了进去 哎呀 您好王子 一件药法 穿戴华丽高贵 屋中的一名男子 便站起来打道 请问 有什么可以为您 效劳的地方吗 主人问道 我想收集佛计 希望越多越好 哈哈 王子 您找对人了 屋主极高兴地回答 并同时贪婪地 盯着王子身上的宝石和衣服 哦 主人能说佛计啊 要法大感意外 当然 那主人仿佛很不在乎 只要把您身上的华服 和珍宝给我 我自然就说给您听 要法王子二话不说 脱下身上贵重的衣物 递给那男人 请说吧 那人一瞧这么轻易得手 更加大胆地说 要听这佛计 你还得从悬崖上跳下去 做得到的话 就先发誓 我再说佛计 怎么样啊 要法王子大吃一惊 问道 主人 你逼迫我跳下悬崖 这到底是为什么 哎呀呀 我只是怕您听了佛计后反悔 舍不得那些财宝 到时 凭着权势又给夺了回去 还会说我贪心不足 有意刁难您 那可怎么办啊 那男子的用心可真周全 要法王子的诚心遭到欺骗 心中实在难受 但为了最珍贵的佛计 也丝毫不后悔的发誓了 那男子说出一句佛计后 就跟在王子后面 催促道 哎呀呀呀呀 您还不赶紧去跳崖 要法王子走到悬崖边上 扶手下誓只见三谷底黑漆漆底 不知有几百丈深 佛陀啊 由于我真诚的求法之心 就算从悬崖跳下 应当稳稳的落地 无意是顺伤啊 说完 要法王子一跃而下 离地越来越近 速度越来越快 心中却是一片喜悦 就在触地前的瞬间 不知从何处伸出两只手 将他稳稳接住 轻轻地放在地上 要法王子睁眼一看 面前站着一人说 王子你的一片志诚感动了上天 我乃似天王是也 似天王说完 随即向风似的离去 那男子在悬崖上 见佛记有如此神力 心声悔悟 自责不该财迷心窍 也从悬崖上跳下来 当下对佛法产生了极大的信心 于是 那男子赶紧来到 要法王子的面前说道 请原谅我刚才利欲熏心 请接受我的忏悔吧 要法王子从此以后更加护持佛法 道业更是进步 而要法王子就是后来的舍利福 那说佛记的人便是何加利比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